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白贵的时代 最经典的答案来自清代史学家梁玉生的两部名著 《史记质疑》和《汉书古今人》表考 结论是战国时代有两个白贵 一个生活在魏文侯时代 不但是经商的高手 很可能还做过岳阳的副手 和岳阳一道打过中山国 另外一个生活在魏惠王时代 做过魏国总理 给魏国搞过水利工程 经朝乾隆家庆年间 简称前家时期 出过不少的考据大师 既有走经学路线的 也有走史学路线的 史学路线又可以分成两类 一个是搞通史研究 第二个是搞断代史研究 梁玉生就是后者的代表 专攻史记和汉书 写成了史记质疑 和汉书古今人表考 这两部书一并成为了 前家学术当中 史学考据的代表作 前家以后 一提到白贵的身份 基本上都会引用梁玉生的结论 不过深究一下就会发现 梁玉生给出来的证据 其实并不扎实 只是因为没有人 比他做得更好 所以他的结论 才会一直沿用下去 后来钱木出手 要较一较真 结果推翻了梁玉生的说法 结论是白贵只有一个 主要是活跃在魏惠王时代 在魏国的官场上 是惠师的前辈 至于史记《霍之列传》里的记载 只怪司马迁行文不严谨 本来只是把白贵和李克 放到一起来说 但读者很容易误解为 白贵是李克同时代的人 这个算不算是尘埃落定了 还不能算 因为钱木的考证太武断 也没有拿出什么铁证来 我们最好还是抱着存疑的态度 对于梁玉生和钱木的考证 只要知道 这是历史研究当中两个很经典的 具有阶段性意义的结论就可以了 而关于白贵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他确实在魏惠王时代 做过高官 主持过魏国的水利工程 很可能还在魏国发起会议场 税制改革 一个不太能够确定 但很有可能成立的推测是 他也许做到过魏国总理的职位 和会师是前任和后任的关系 做出以上推断 主要因为有孟子的背书 孟子这部书里 记载过孟子和白贵的对话 这要算是相当可靠的材料了 好的 因为了孟子 我们还知道了白贵的名字 白贵在和孟子对话的时候 自称丹 在称谓传统里 凡是自称 只会称名 不会称字 所以根据白贵的自称 我们知道 丹是他的名 贵呢 是他的字 丹呢 有红色的意思 贵有洁白的意思 白贵的名和字 构成了一组红白配 白贵就税制问题 征求过孟子的意见 说自己啊 想给卫国人民减税 改成二十税役 也就是按照 百分之五的比例受税 按说 清瑶伯父 一直都是儒家的人证主张 历朝历代的清官 好官啊 经常向皇帝 申请减免赴税 所以在通常的印象里呢 减税永远都是 儒家人证的一部分 白贵要讲二十税役 这无论如何 都属于很轻的税役 推想一下白贵的心 这个时候啊 应该很想听到 孟子的表扬吧 没想到 孟子是很不给面子的 说白贵这么搞 属于墨道 墨 这个字写出来呢 就是以丘之河的河 读墨的时候 指的呢 是当时的北方蛮族 所以孟子所谓墨道 一过来呢 就是蛮族的做法 带有强烈的贬义 哎 减税 难道还错了不成 孟子抛出了一个问题 假如某个国家总共有一万户人家 只有一个人制造陶器 你觉得这样能行吗 白贵回答说 当然不行啊 陶器产量太低 肯定不够这么多人用啊 孟子说道 你看 人家墨族 农产品种类单一 除了梅子 这是一种不黏的黄米 除了梅子 什么都不长 也没有城郭 公室 宗庙 不搞祭祀典礼 更没有所谓的外教 连官僚体系都没有 所以他们的税率是二十税一 可咱们呢 是文明人 需要开支的项目 比这个野蛮人啊 多太多了 二十税一 怎么可能够用呢 刚刚你也说了 就连做淘气的人都不能太少 否则国家就没法正常运转 那如果 为了节约开支 把各级官员都裁掉 这个国家 岂不是更乱套了吗 姚舜两位圣人 早就制定过合理的税率 我们呢 只要沿用下去就可以了 税率低于姚舜之道的 就是末道 高于姚舜之道的 就是保证 孟子 没有说所谓姚舜之道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税率 通常的理解呢 是十税一 按百分之十来征税 传说中的姚舜时代 未必就比 蛮族文明多少 当然不可能 真有百分之十的税率 甚至根本就不会有收税 这回事 孟子呢 只是秉持儒家的经典话术 言必成谣顺 让别人呢 不好反驳 那番话里透露出来的 真正可靠的信息是 孟子认为百分之五的税率 太轻了 无法维系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 孟子已经算是儒家阵营里 很有迂腐精神的一位大师了 如果连他都嫌白龟的税率太低 显然这个税率啊 已经低得不像话了 这是最可疑的地方 毕竟战国时代呢 经常打仗 战争的规模呀 还越来越大 必然需要极高的税率 白龟难道是要逆时代潮流而动吗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 白龟确实就像史记那样描写的 很有经济头脑 希望通过低税率 吸引外来移民 只要劳动力多了 一切呢 就都好说了 在直观感受里 国家越是缺钱 就越应该提高税率 而在现代经济学里 有所谓的拉幅曲线 理论出发点很简单 税率越高 人的劳动积极性呢 就越低了 相应的税机也就越窄 那么反过来呢 低税率会起到激励作用 努力干活的人多了 社会总产出也就多了 那么哪怕税率低 政府收上来的税款总额呢 很可能不降反增 这个道理放在战国时代 应该更加有效 因为当时虽然已经有了各种关卡 但移民难度到底比今天要低 一个很可观的低税率 可以在短时间内 吸引大量移民 迅速扩大税机 之所以 我更愿意相信白龟的20税衣 是出于扩大税机的考虑 而不愿意相信 他想搞儒家推崇的人证 是因为 从孟子的下文来看 白龟的水利工程 搞得相当缺德 完全站在了人证的对立面上 对于水利方面的政绩 白龟本人呢 很得意 对孟子夸口 说自己比大雨还强 孟子毫不客气的反驳说 人家大雨治水的时候 是疏通河道 顺着水势 把洪水排到大海里去 你呢 你倒好 逆着水势 以邻国为贺 把洪水排到邻国去 以邻国为贺 这是孟子的原话 后来被简化为四字成语 以邻为贺 白龟到底是怎么治水的呢 孟子没有讲 但韩非有讲 说千丈的长堤 会因为蚂蚁挖洞而崩溃 白龟治水的时候 用心加固提防 所以在白龟的刃上 没有闹过水灾 韩非子的原话又 千丈之堤 以楼以知学溃 后来变成了成语 千里之堤 溃于乙学 两个和治水有关的成语 以邻为贺 和千里之堤 溃于乙学 都是从白龟来的 河堤加固之后 本国境内免除了水患 但水呢 会不会泄到邻国 白龟啊 就无所谓了 孟子当然看不惯这种做法 直言不会的说 你啊 可太缺德了 你的所作所为 正是有人爱之心的人 特别厌恶的 言下之意是 你怎么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呢 这样看来 白龟也好 惠师也好 为惠王执政期内的 这两位魏国总理 感觉啊 都不太靠谱 这样的魏国 会怎样和列强争雄呢 魏国的情况 到这里 先告一段落 下一讲 我们又该把视线 投向秦国 看看秦国总理 公孙央 如何轰轰烈烈的 发动改革 我们下一讲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